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是英國 最新的研究 說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皮膚 有高達九十五% 都一頓十 所以發生的記者就跟不一樣 在這個皮膚上到實驗室去檢測 結果這個細菌索今年是高達五百萬 這等於是跟買湯寓臉上的細菌索 這個研究又發現說 有五分之一的皮膚索下的細菌 可能會威脅到我們人的健康 可以看現在你的皮膚有什麼材質的嗎 皮蛋 大家每天都用得到的細菌 有的是皮的 有的是補的 在這補的上面細菌的素量也不一樣 跟細菌 核心皮 所跟在這製的細菌索 做回算是檢測是檢測 上頭的細菌索最多的兩名 是歐式和咖啡細的細菌索 所謂現時有的四百萬和五百萬的細菌索 一般的買湯寓臉大概是五百萬的細菌索 材質以及它的設計會影響到上面的細菌殘存量 英國研究現時和普通的便素消費 才去公共中層的流星的細菌 是這最少有更多細菌的污染 百分之九十五人的細菌都是細菌 人工合成的化學物一包 比其他細菌有可能有細菌 像表現較糟 有缺分的一包就適合細菌 包括百分之六十四點八的是蜜菌 所有來時已經不適合葡萄菌 還有牙包感菌感染 你抵抗力變差的 如果你不小心有傷口了 其實這次蠻容易 蠻容易就傳染到你的傷口 請問一下留在清潔皮夾嗎 沒有耶 統計顯示一次的人當中 只有兩個人的關係 穿結錢包 平常是都放在包包 卻才是落地 這都是比較濕淡 而且比較有可能生細菌的地方 我們的手指頭是最脹的 那我們手指頭 不管摸了一大堆 不管摸什麼東西 我們就會往錢包裡面拿 專家建議 錢包要製造一個月 清潔消毒一次 最好是拿過錢包之後 就要會記得洗手 還要讓上台細菌 對健康造成危險